好 其实我们还是要带大家来关注的 就是台中赖姓高中生的命案 家属跟律师原本质疑说 死者很有可能是遭到人家下毒 然后被推落的 以及先遇害再被制造成坠楼的假象 因此就不断的剧状来向检方提出一些证据 希望他们来做调查 然而现在却传出检方发现了十大证据 因此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 但你来看到包含像是说 邻居没有听到争吵 另外还有说这个推落一个人很难完成 还有包含像是说 这个变装主要是因为 下姓男子他必须要洗澡 然后更换衣服等等的这十项证据 都认为说这应该不会是先遇害 好 但是律师确实认为说 这十大证据是没有办法来解答家属的疑惑 包含像是遗体只有肋骨骨折 不像是高处坠落 还有说他的左右手臂上面的针孔 明显是不同时间造成的 因此现在还希望检方继续理清 赖姆委任律师多次拒状到地检署申请证据调查 因为他们怀疑 类型高中生坠楼命案有许多疑点 也怀疑高中生死亡 可能是遭到下毒被人推落 以及先遇害再被制造成坠楼 假象这三种可能 不过现在也传出检方找出了十大证据 排除了他啥可能 向法医高大臣質疑 高中生遭到下毒 并且提出遗体手上有针孔证据 检方调查遗体并没有出现毒物反应 房内的啤酒罐中也没毒 至于手臂上的针孔 是医护人员施打药物造成 但委任律师不接受这样的说法 还有一说是高中生可能是被人推落 但检方比对阳台栏杆高度后 认为要将有170公分高的高中生推落 很难由下南艺人独立完成 而且阳台上也只采集到高中生艺人的汉字皮屑等生物激震 不过律师也再度的提出了他的质疑 至于会不会是先遇害 再被制造成坠楼假象 检方认为遗体脏气破裂 多处骨折符合从高处坠落伤势 但律师说高中生只有肋骨骨折 不像从高处坠下 而且现在要传出该栋大楼的八楼三楼 都疑似为下家人持有 高中生到底从哪里摔下值得怀疑 诸多疑点不但无法让家属和律师信服 现在还有民众号召要上街头抗议 但法医高大臣网路发文呼吁大家冷静 也说如果有人上街头制造对立 将不再干涉这个案件 律师也强调很感谢大家关心 但不希望劳师动众出来抗议 相信检方会秉公调查还给家属公道 我是请吴连销月台中报道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